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循环计算的进阶版本 同学们首先来看一下需求 计算0到100之间 哎还是0到100之间 但是我们这一次要计算的是 0到100之间所有的偶数累积求和 同学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判断一个数字是偶数啊 哎非常好 如果一个数字能够被二整除 就是一个偶数 对吧 那在程序中怎么样判断一个数字是偶数呢 哎同学们让我们看一下之前学习过的算术运算符 之前老师曾经介绍过 在python中啊 专门针对除法提供有两个特殊的运算符 对吧 而百分号这个运算符呢 就是专门用来取余数的 同学们 如果我们让一个数字除以2 余数得0表示什么 哎非常好 如果让一个数字除以2 余数得0就表示这个数字能够被二整除 对吧 能够被二整除 是不是就说明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偶数 对吧 那因此啊 在接下来演练中呢 我们就使用百分号这个运算符来处理一下偶数 好 演练需求明确之后 同学们 在我们接下来的演练过程中啊 希望大家重点体会一下 在开发循环计算这类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 我们可以呢 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步啊 我们先来编写一个循环 在循环中我们先确认一下要计算的数字 也就是把偶数部分先确认下来 等所有需要计算的数字确定之后 我们呢 再在循环的上方添加一个结果变量 然后在循环内部处理计算结果就可以 哎 整个开发啊 应该分成两步 一句话讲呢 第一步准备数字 第二步开始计算 好 这个步骤老师明确之后 现在老师啊 就把所有的需求文字 以及开发步骤全部选中 让我们回到py畅 所以你们 老师首先把整个需求 以及步骤复制进来 然后呢 添加一个单行注释 现在我们要开发 第一步是不是应该先准备一个循环 在循环内部 我们呢 确认好所有的偶数数字 当把偶数都准备完成之后 我们呢 再来计算结果 是不是就会非常的方便了 对吧 那现在我们啊 先来做第一件事情 准备循环 同学们 要编写循环代码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哎 准备一个技术器变量 i等于零 对吧 当这个变量准备完成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循环 老师呢 就写一个Val 空格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来编写循环的判断条件 在这里老师写一个i小于等于100 注意啊 我们循环要求是计算0到100之间 所以呢 在Val条件这里 我们呢 仍然是用小于等于100 好 判断条件写完之后 我们呢 在下方同样使用pring的函数 把i这个变量做一个输出 同时同学们 在循环中一个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哎 非常好 处理技术器 对吧 老师呢 就写一个i 加等于1 我们呢 在每次循环完成 执行完需要重复执行的代码之后 不要忘记让这个技术器变量 做一个加1的操作 好 现在一个简单的循环写完之后 如果我们按shiftf时会是什么结果呢 来 我们走一下 走 哎 大家看 在控制台输出了199 98 是不是把0到100之间 所有的数字都输出了 对吧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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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需求要求是什么 哎 需求要求是所有的偶数 对吧 那现在同学们试想一下 需求要求的是所有偶数 我们目前完成的代码能够满足需求吗 哎 显然不行 对吧 那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这里判断 变量 i 中的数值是否是一个偶数 哎 同学们 要判断一个数字是否是偶数 应该怎么做啊 哎 之前老师给大家讲过 如果我们让i这个变量用上2%这个运算符 是不是可以取余数 对吧 我们让i除以2 如果得到的结果是一个0 是不是就说明i这个数字能够被2整除 对吧 那现在条件我们确定之后呢 那现在条件我们确定之后呢就可以在代码中啊增加一个1辅判断 然后老师写一个i这个变量 2%是2%是取余在2%后面跟上一个数字r我们希望i这个数字来除以2 紧接着呢我们要判断除以2之后的余数是否等于0 哎 这个条件写完了写完之后 同学们注意啊 之前我们是不是单纯的用了一个print函数输出了一下变量i 对吧 现在增加了这一条义辅语句之后啊 老师呢就把光标放在print前面 按一下type键 你们看 按一下type键之后 这个print函数是不是会在上面这个条件满足之后才执行 对吧 那现在老师要运行程序了 同学们注意观察一下控制台中输出的数据变化 现在老师按一下shiftf10走 哎 大家看控制台又输出了 但是但是但是同学们看 这一次输出的数据是什么 哎 这一次会把0246会把0到100之间所有的偶数都输出 哎 同学们注意一下啊 在编写代码的时候 老师呢 他先是做了一个单纯的print 然后根据控制台输出的结果来明确一下需求 需求是需要偶数 所以呢 我们增加了一个条件判断 判断这个变量是否是偶数 当条件写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把之前这个pring的函数增加了一个缩进 让这个pring的函数在yeef条件成立之后再执行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0到100之间所有的偶数了 对吧 好 讲到这里啊 我们演练的第一个步骤已经完成了 就是编写循环 先把需求演练中需要的所有的偶数全部拿到 现在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